Hello everyone,我是俄王Kazuya 一個台灣本土的職業摔倒選手 上一次的影片釋出之後呢 獲得了大部分觀眾的正面回應 在此感謝各位 不過果不其然 有觀眾留下了日摔美摔都是假的留言 所以那次打賭是我贏了 所以請每一位正在看這個影片的觀眾 會100塊到我的帳戶 我的帳戶是638... 好不好意思,我開玩笑的 而在那些留言之中,有一個問題 如我預期的出現了 肌肉呢? 你這樣的身材 上擂台只會被其他選手打爆 好的,留下這個留言的觀眾 別擔心,我並不是要嗆你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在職業摔角世界裡面 常常被一般觀眾提出來的一個問題 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身材越健美的人 就代表越強嗎? 的確,身材線條以及肌力訓練 是每一位職業摔角選手都不斷努力的重點 我目前也不斷的在持續努力當中 但世俗眼中所謂的身材好,肌肉大 就一定會跟選手本身的強度成正比嗎? 而身材健美的選手 就一定能成為好的直摔選手嗎? 我先請各位看兩張照片 這兩個選手的量級相差不會太多 目前也曾經在擂台上對決過兩次 若單憑你的第一印象來看的話 你覺得這兩個選手對打 誰的獲勝機率會比較高呢? 我給各位三秒鐘的思考時間 3 2 1 相信非直摔迷的人 在完全沒有接觸過兩個人的比賽之下 都會選擇右邊這一位 目前已經加入WWE NXT的 Matt Riddle 畢竟是歐美人 身材又好 身強體重人高屌大嘛 BUT 實際上左邊的這位死警之虹選手 在兩次的對戰中幾乎都是壓倒性的勝利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驚訝 motherfucker 因為分出勝負的因素 不是只有健美的身形這麼簡單 在絕夜摔角的基礎訓練裡面 包含了許多不同的項目 基礎體能 瘦身倒法 翻滾 擂台運用 比賽心理學 而以上的每一個項目裡面 又包含了數十甚至數百種的訓練類型 而能不能將這些基礎 在擂台上發揮到選手本身的極限 才是判定一個選手的好壞 以及決定勝負的一個絕對性關鍵 但這並不是說身材就不重要喔 不可否認的 在運動娛樂的世界裡面 選手本身就是一項商品 而身材健美 就是刺激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其中一種方式 而這個就是市場機制 並沒有所謂的對與錯 畢竟 大家都喜歡看符合自己審美觀的東西嗎 另外補充一點 那些被非核心酸民所認定身材不夠好的選手們 其實肌肉組織也都非常發達喔 因為世界上任何一個正規的職業收藥選手 要出道之前都必須經過我剛剛所提的所有的基礎訓練 以及體能訓練 並且通過非常嚴酷的測驗 才能正式的出道登上擂台 通過這些測驗的人 他的肌肉組織要弱也真的是蠻難的 那為什麼他們的身形會跟大家心目中所謂的大雞雞 有所差別呢 純粹是因為訓練方式的不同 身體裡肌肉跟脂肪的比例不太一樣吧 所以下次再有朋友跟你說 肌肉大 身材好 打職業摔角一定比較強 WOW 你一定沒看過死貓阿舅 相信大家在看過這部影片之後 都能以更正確更專業的角度觀賞職業摔角 下次看比賽之時 除了選手的身材之外 也能以更多的小細節觀察每個選手的表現 進而更享受職業摔角的樂趣 好的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 訂閱 分享 也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有任何關於職業摔角的問題 或有想留言給我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是Kazia 一個台灣本土的職業摔角拳手 See you next time 還有一對觀眾發訊息過來說 專業的健身教練來練職業摔角一定都非常強 拜託 專業領域根本完全不一樣好嗎 你有看過哪個專業人士 在跨領域到另外一個專業之後 馬上就變非常強的嗎 欸